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77天是一部关于旅行,关于追寻生命极限的电影 他以真实的故事作为背景 讲述了一名叫做杨柳松的探险家 只身一人,用了77天的时间穿过艰险的枪桃无人区的故事 当然,故事不会如此单薄 中间缠插了一段美女摄影师蓝天的经历 和两人相识相知的过程 男主人公杨柳松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 在日复一日的烦闷工作的压力之下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带着准备了两年的物资来到无人区的边缘 趁着雨季还没有到来之前 准备只身使用80天穿过枪桃 第一次的尝试 因为在大顺风车时 不小心把物资落在了车上 以失败告终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回到了拉萨城 认识了女主蓝天 蓝天是一位摄像师 曾经行走过许多地方 拍出过许多优美的照片 然而在一次拍摄过程中 因为意外摔断了胸锥 所以他的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这不影响他的美丽 蓝天依旧坚强乐观 并且成为了许多残障人士内心的阳光 杨柳松在拉萨集好物资之后 准备前往达坂城 拼车的路并不顺利 雨季也要来了 再玩走 横穿枪桃就更加威胁 蓝天看到杨柳松的拼车骑士 心中被他大胆的想法震撼 毕竟只用80天横穿无人区 几乎是拿命在赌 但是也被他的勇气激励 所以蓝天也决定完成自己的梦想 去于刚人波 趴上那次他没有拍到的星空 顺便把他带到枪桃的边界 两个人的联系 也因为这一路的了解而紧密起来 在前往达坂城的路上 两个人有过争吵 有过体谅 有过妥协 他们一起看洋湖湛蓝的湖水 一起吹珠峰大本营的寒风 一起喝辣嗓子的烈酒 杨柳松也发现了蓝天内心的苦楚和不安 发现了他打算了结自己生命的意图 但是在分到杨柳的岔路口 两人向约要一起活着 蓝天进入了杨柳松的心 杨柳松经历了很多人 一辈子都无法经历的艰险 他无数次的挑战生命的极限 高原低氧和寒冷的天气 夹炸着他的经历 缺水的恐慌和难耐的饥饿 一点点让他失去斗志 更别说还遇到了发青的野牛 两只鸡肠碌碌的狼 还有疯狂的龙卷风 汹涌的洪水 任何一条都有可能夺去他的生命 有人或许想问 这么折腾值不值得呢 安安稳稳地活着都好 然而这就是子飞鱼 安置于之乐的问题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梦想 而评价一件事 值不值得做的 只有他自己 77天过去了 杨柳松并没有完成 横穿枪藏的愿望 他选择返回 选择完成他和蓝天的约定 回到平安喜乐的日常生活中 一起活下去 在某些意义上说 放弃一个达不到的目标 也是一颗新的开始 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摔断腿的他 已经没有食物的他 在昏迷的边缘 看到了蓝天向往的星空 最后他有没有活着走出人区 没有人知道 77天是中国首部户外探险电影 在剧情之外 最大的看点就是那一帧帧 美轮美奔的景色了 定随手一节 都可以做电脑桌面 特别是杨柳松骑着自行车 在盐湖的那一幕 水天一色 忍不住让人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看完这部电影 在佩服杨柳松的勇气的之外 更多的想法就是 拿上自己的背包 到神奇的西藏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